我想昨天晚上应该 我这样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昨天晚上应该手电筒都晾在那边 找着那张地图在看 尤其是万一去挖东西 那个土工细续不够 你难得叫阿兵哥用手挖吗 龙龙历七月 人家还以为是去挖木 还以为是去挖到看到鬼怎么办呢 所以说我很好奇 我们五四两女 为什么会在整个高庄点之后 然后料件少这么多 出了那么多问题 这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国军 一直以来传承下来一个传统 我们知道大家 其实这整件事 不管是在哪一个年纪 可能立冈哥这一辈 我这一辈 或者尤华哥这一辈 要说什么 我们大家当兵都会过 都是这样 没知道高庄点 都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都是像这样 以前还有人用扫把做枪 这些都有 但是为什么呢 就是一个历史的传承 但是这种不好的习惯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趁这次 洪仲秋案件的这事件 尤其是延明 你当了国防部长 那就来大破大力 习惯要改 坏习惯全部改掉 有点难 这东西不仅仅只是一个洪仲秋 不当管教案件 这后面更大的就是什么 军品的问题 还有你们造假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之前 好 我们来讲一个历史的故事 大家可能就是知道 我们的国民党军队 很可惜 在当初在国共内战的时候 一路节节败退 输掉了那大片江山 最后来到了台湾 为什么呢 其实他也是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为什么 这是一个我们 陆军官校31期少校退役的一个 沈伯伯告诉我们的故事 所以说 我相信不少老一辈的 那个军人伯伯 龙伯伯 一定也有这个经验 为什么会节节败退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说来听一点 就是降临的贪污 他怎么贪污呢 我要先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譬如说 我们今天有一个连队 然后 我可能占一连 占二连 我们各有一百多个人 占一连一百个 占二连一百多个 然后我们出去打仗的时候 这时候不是应该会有两百个人吗 但是不是这样 但是最重要的是 因为我抱了两百个人 我出去出征的时候 我就可以领到两百个人的粮票 但是你刚刚讲到话 那等于这个连队里面 一个连队有人 另外一个根本是个幽灵的连队 没有错 但是呢 上面的司令不知道 上面的司令当然不知道 所以他总以为他手下 可能有两百个兵 结果实际上只有一百个兵 司令总是会以为自己 有百万大军 但是说穿了 可能连十万都不到 为什么 他们都被蒙蔽在后面 因为他平常没有办法去现场 看到这些兵的教育 所以说最后 他就只能被蒙蔽在这故事里面 比如说毛泽东的军队 今天有五百个 五千个人好了 那我们蒋中正的军队 今天出去也是说五千个人 但是呢 最后打仗的时候怎么样 就是那两千五百个人 先冲一次 等一下 你的意思就是说 摆明的就是说 毛泽东的部队有五千人 但是我们国民党的军队 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军队 只有两千五百人上战场 没有错 我两千五百人先冲第一次 冲完之后回来 我还有两千五百人再冲 但是呢 同一批人 没有办法 同一批那不是就折损 折损完之后 你再同一批人再上去 当然打不赢人家 那难怪是打败仗 所以说最后节节败退 我们一路败退来台湾 为什么要有足够的兵源 为什么要抓夫呢 这很简单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幽灵部队 一连加二连 可能是有两百人 那今天你来到台湾了 我们终于要见到我们的伟大领袖蒋总统了 丑媳妇要见公婆了 没有办法 部队来总不能让总统看到说 编制上那么多人 结果来的人只有一两个吧 对 那有一个部队等于是没有人 所以说必须要沿路去抓夫 来补充这个兵源 让最后来到台湾的时候 人是足够的 这样才能继续再防卫我们台湾 才能来打仗 所以说最后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情形了 现在已经有很足够的兵源 现在21世纪了 对 所有的男生都必须要去当兵了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用人口来弄这些东西了 现在变成是你用军品 用虚报的方式来弄这些手段 你说的就是装俭了吗 就是我们昨天说的装俭 我们昨天是不是有提到说 岳祥湖里面有好多东西 我现在就在这边说 我想说昨天军检也说 那些东西并不是军品 我真的很想跟你对赌 你把那东西拿出来 那个一块不是战车交块的话 不是战车旅台交块的话 我自己马上去签支援 我在猜基本上那军检根本搞不清那是什么装备 没错 你搞不清我那什么装备 你某家媒体他放出来 根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装备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你凭什么说它不是军用品 那不是战车交块 我今天马上签支援 我们再来看 大家可能不知道最近发生什么事 大家因为最近都专注在红仲秋案件上 可是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 什么事情 我们平常当兵的时候不是都要高装检吗 每一年都要高装检 对 每一年这是重头戏 先是军团装检完 再来总部装检 大家最怕的就是高装检 但车子就要插得亮晶晶 漆得亮亮的 连轮框你都要帮他用亮晶晶 去年五四两里的装检 大概是在六七月的时候 高装检大概在六七月的时候 照道理来说 今年应该也要快轮道了吧 对啊 每年时间都差不多固定 每个装甲部队都一样 大家应该开始很认真的在保养车子 来做这些维修动作 可是就在最近遇到红仲秋案件 七月三号开始 出了事情了 我们陆军司令部突然很奇怪 宣布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五四两里今年的高装检取消 等一下 红仲秋案发生 红仲秋死了一个人 红仲秋案跟高装检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今年的五四两里的高装检 要取消 为什么要取消呢 当时的说法是因为要 减轻部队的压力 让弟兄能能够 调试心情 调试心态 一起走完这一层路 这不对吧 这部队从以前到现在 从来没有因为这样子 让这些军人减轻压力 而取消高装检 为什么五四两里要取消高装检 为什么呢 这其中很奇怪 大家还记得我们红仲秋可能遭遇到的一个杀机是什么 死亡笔记本 死亡笔记本里面记载就是装备的问题 车辆的问题 油料的问题 这些都是高装检的时候必须要去检查的项目之一 但是为什么最近李翔舟突然宣布要请示 因为这个取消高装检这个东西就是他提出来的 其实我跟大家说不只是取消高装检 可怜连今年的基地普策都要被取消掉 等一下 不是每个单位都要下基地 尤其是战斗单位 装甲部队都要下基地的 普策取消 下基地也取消 怎么五四两里变成这么悠闲的一个单位 现在抽到五四两里的人可能要偷笑 因为太天堂路了 所以说为什么突然会高装检要取消 基地普策也取消 这很奇怪 过去我们国防部 我们陆军发生了那么多意外 过世了那么多阿兵哥 也从来没有因为一个事情 就这样把整个高装检给取消 那这次为什么要取消呢 高装检居然要取消 所有的朋友们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只要你是当过兵的人 你都知道一件事情 每年国家最重要的在这部队里面 就是高级装备检查 高装检最重要就是由陆总部来检查 可是今年五四两里现在居然宣布重要事件 取消高装检 为什么取消高装检 想想看成功笔记本里面记的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不进行高装检 因为高装检之后 那些洞一一会浮现出来 许多的高官们不能平安了 因为高官不能平安 宁可取消高装检 让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平静下来 你觉得这样是对的吗 觉得整件事情就是一个字 掩盖 整件事情要把它隐藏起来 整件事情绝对不能曝光 要不然更多的星星 更多的官将又会像李翔咒一样 赶快递辞成平安退伍最重要 你不觉得五四两里的高装检取消 就是一件吊诡事情 居然连整个基地 整个军队都不用下基地了 这事情对一个战斗单位而言 简直是一件荒唐至极的事情了 但说到高装检 这范左线在高装检的时候 花样可多了 是的 立刚好 今天刚好就是我的一个同事 他是我公司的一个刘经理 他在当兵的时候 刚好就是他的班长 就是范左线 他当时是中士 那他就说呢 他当时他们吕布链 五四两吕布链呢 有十台就是军卡 十顿半的 结果呢 遇到高装检 那怎么办 装检 可是遇到高装检的时候 这十台十顿半呢 只有两台会动 哎呦 那这样妥善率很差 非常差 为什么说十台十顿半军卡 只有两台会动 因为其实呢 这个军卡 第一个 他年纪也大了 第二个 义务艺呢 经常会换来换去 然后修车的技术又不好 所以常常呢 就是这车子呢 都会故障 而且军中很多的军料代料 车料代料问题非常严重 所以车子一直没办法让它发动 就连外面 送到外面的六级厂 我们俗称六级厂的 外面的修车厂 也修不好 因为它已经实在是 年纪太大了 但是你想想看 一个呂布莲里面 十台卡车 居然只有这两台可以动 那其他的都不能动 你还要送到什么 六级厂 国军不是只有到五级保养厂 怎么时候到六级厂 就是外面的民间修理厂 我们俗称六级厂 那连六级厂都修不好 但是这种军卡 你怎么到六级厂去 要修好 高庄前要是修不好 完蛋了 为什么 第一个阿兵哥不能休假 禁假 再来长官缺失 所有人可能 从上智营长连长 所有每个人的可能都被 全部被陈处 所以是个大事情 那这时候完蛋了 上面军团要来检查了 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的 就是我们范左线 像这些他们 这些自愿医的士官 他们就会想办法 出一些花招 怎么说 他们那时候就任务编组 怎么编组 就说当检察官来检查的时候 他们先开两台车会动的 A车跟B车 这两台会动 开出去让他检查 检查完绕一圈 车子没问题 一下来之后 天气热这时候 范左线他们就会出来 想办法任务编组 把这些检察官支开 大家因为很多事业同期 学长学弟 出去外面 而且范左线又那么资深 他又很会交进应酬 所以去抽根烟 吃个槟榔 把人支开之后 这时候下面这些驾驶兵 维修的这些保养兵 就赶快偷偷的赶快把A车 B车的车牌拔下来 然后把C车 D车的车牌 搬到这边来装上去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两台是不会动的车 但是我把A车的车牌 搬过来用 然后B车的车牌 搬过来用 然后再把C车的 装到A车 B车装到C车 然后这两台车 再出去再开一次 就这两台车 C车D车也过关了 那你意思就是说 根本开出去的车 就是A车跟B车吗 没有就是永远 只是我开两趟嘛 都是那两台 就这样子 可以把高装简 这十台军卡 全部变成会动的军卡 原来这样子玩法 这招很厉害 可是其实还有别招 另外还有什么招呢 他比如说有些可能战车 战车可能引擎坏掉 完蛋了 这个战车引擎坏掉 可能不行 不能动 很严重 高装简的时候 引擎一定要能够发动 没办法 那只好呢 跟别的铝调 别的铝调 打个电话 借个引擎 因为每个装简的时间不同 今天可能是 但是你看看 战车引擎这么大一坑 这战车引擎 等于是一部小胶车 那么大的引擎 那么重 是 所以他们这时候就要 趁着夜黑风大的时候 一颗引擎 已经像一台小胶车这么大 没有错 因为我曾经就看过 整个汉马车引擎是故障的 就晚上的时候 十吨半卡车 直接引擎掉起来 上去之后 偷偷摸摸到别的营 去跟他借引擎 借回来之后 重新坏了引擎 装上好的引擎之后 车子就会动了 那等到装简完之后呢 赶快拆下来 还给人家 我再把这战车的引擎 拆出来还给人家 把我本来的烂引擎再搬回来 这时候的话 你的车子呢 就没问题了 那这个是 简单 像五四两跟五八六 都是这个装甲部队 到时候反正你五四两 检查完之后呢 等我五八六要检查之后 我少什么东西 我再跟你旅长借 没有 从大互相借也计计 这个打交情嘛 这个是互相借 另外有些时候可能是 我整台车都不能动 那整台车不能动 像装甲指挥车 整台车不能动怎么办 那很简单 晚上 趁着装甲之前 赶快把我这坏的车 整个拖去 别的旅 然后跟别的旅呢 一模一样的车 回来 回来这样不行 为什么 等一下 你说汉马车两台都一起换 对掉 对掉之后可是问题 问题是 你车上有编号啊 对 有番号啊 这个番号 这些都要改对不对 对 因为每个旅呢 都自己都有二级厂三级厂 对 都已经漆在车厂旁边 还有车尾部分都有漆这个番号 这番号就代表是 哪一个单位的车了 没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二级厂三级厂 马上改喷漆 直接喷漆喷完 然后就变成是我们的番号了 我就曾经听过 那个检察官的检察官说 就私底下跟我们部队的 那个长官说 手哈妈啦 你那个番号 尤其都还没干 表示说人家也看出来了 可是呢 部队就是这样子 只要表面看起来是OK的 到底过程怎么样 没有人在意 天哪 你想想看 这部队怎么打仗啊 车辆居然之间可以互相戒掉 而这样的装备 包含了连战车引擎 都可以互相借来借去 那你想想看 真正如果碰到了 要打仗的时候 如果一个旅 116辆的战车 要开出去 你发现到这54两旅 能动的战车 可能只剩下50辆 那这样子 陆军总司令 怪不得这李强奏 连干都干不下去了 天啊 我的战车部队一出去 居然有一半的车 都是不能动的 54两旅里面的装备 有这么大的问题存在 为什么陆总部之前没发现呢 难不成之前大家这么多年来 从这个大陆撤退到台湾 一直到现在又60多年以来 居然大家都是在关关相互吗 关关相互之下 所有的装备 精力装备 设备 器材 都变成说可以互相戒掉了 可是这样的国军战力 你不觉得只有一半的战力吗 但是大家在注意到 整件事情的发展中呢 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 现在这个时候 54两旅里面 可能又开始在大地震了 但再来 整个案情将会要怎么样的变化 我们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